歡迎大家收看相關關心得空的南島新聞 南島官有一位80歲的主席阿嬤驕路火車撞到 混賣了後,乖金三月便宜來急救 在便宜觀察四天,乖金公園倒酒永遠無力 經過檢查,乖金公園說是這頸椎出血 也就是硬腦磨壞出血 是比較少看到正常 其實乖金當秋十六後,將於兩國的火鍋拿出來 還要造成無法行動的火鍋 現在這位乖金郎身體活動了這麼好 已經可以落城走路了 80歲的阿嬤經過了治療,身體活動得很好 之前因為在路上比車來撞到,申到急進治療 而來在棺材時,多數最終無難 檢查後,這會是麻痺的部分來出血 也就是硬腦磨外出血 便宜觀今天安排當初 幾乎兩點鐘把火鍋拿出來 有七到第七節,七節的下緣這邊都出血 從這邊到這邊都是出血 這個量量的這些都出血 所以就馬上進行手術 把脊椎,頸椎,頸椎第四到第七節的血塊都移除 那因為竹心婦人她本身,因為80歲了 脊椎退化,有骨刺,要破到神經 其實長期就會有喪肢,手麻,麻痛的症狀 那所以因為有處理出血 就是一併有處理她骨刺的部分 神經外科医醫生老申家表示 這種因腦磨外出血 有人加一宅出血,又造成了幾乎 補充健康,阿嬤是很幸運 才好來造成阿嬤的補充出血 因為變化較慢 最沒辦法來造成減重傷害 如果沒時間拖路過,這次就確定幾乎補充健康 要人家照顧 是受傷其實非常嚴重,但她很幸運 出血的速度可能很慢 所以到第四天才出現上肢無力的症狀 劉醫師就給我建議一定要開刀 這個檢查,左手沒有力氣 左手沒有力氣 現在我可以做幾步 我也很努力 因為醫生這麼努力 護士小姐這麼努力 我也要努力 阿嬤也非常感謝醫生 可以這年經過匯合健康 也可以路上來走 記者,母親,掌握活動 精神很好 精神很好